虽是鬼怪故事,却应人生百态。 石某是个五孝莲,一次他带着钱去京城,准备到朝中谋求个官座。 当石某坐船来到德州时,忽然得了重病,咳血不止,病倒在了船上。 石某的仆人还趁机偷了他的钱逃跑了。 石某十分气愤,病情更加严重了,可是钱粮巨断,船主打算把他赶下船去。 此时已是深夜,一个女子正巧驾船来,停在石某城的船旁边,听到石某与船夫的对话后,便主动要求将石某接到他的船上。 船主自然很高兴,扶着石某上了女子的船。 石某见这女子约有四十多岁,穿得很华丽,眉目间很有神采风韵,就忍着病痛,身影着向他表示了谢意。 女子走到石某镜前,看了看她的面容,对她说:「你本来就有病根,现在魂魄已经几乎离开身体,游走于坟墓之间了。」 石某听后,吓得嚎啕大哭。 女子说:「我有颗药丸儿,人吃了,可以起死回生。」 你的病若是好了,可不能忘了我。 石某哭着对天蒙事,信誓旦旦地说,誓死也不会忘记女子的救命之恩。 随后,妇人便拿出药丸给石某服下。 半日后,石某觉得身体舒爽了一些,女子又拿来丰盛的食物喂给石某吃,侍奉她十分殷勤,胜过夫妻,石某对此十分感激。 一个月后,石某的病终于痊愈了,她跪着爬向女子,恭敬地犹如对待自己的母亲。 女子对她说:「我现在孤单一人,没有依靠,你若不嫌我年纪大,我愿与你结为夫妻。」 当时,石某三十多岁,妻子死了一年多了。 她听了女子的话,喜出望外,于是,两人便同床共枕,互相爱恋。 女子又拿出钱来,用于她去京城谋官的费用,并与她约定,如果她进京后得了一官半职,就来接她一同回家。 石某到京城后,就用女子的钱去贿赂朝中官员,得到了个省礼的撕捆一职。 剩下的钱,石某又用来买了华丽的车马,准备回到家乡去。 可此时,石某却想,之前在船上遇到的女子年纪太大了,终归不是合适的妻子。 于是,她就用一百两银子娶了一位姓王的女子为祭司。 石某终究觉得心中有愧,怕女子知道,回家乡赴任时,故意绕开了德州。 到任后一年多,石某也没有写信通知女子。 一次,石某的表弟偶然到德州去办事,恰巧住在了女子家的隔壁。 女子知道了她与石某的关系后,就问她石某的情况,表弟便如实地告诉了女子。 女子听后大骂,并把她以前怎样就石某的情况告诉了石某的表弟。 表弟听后,为女子感到不平,便劝慰她说, 我表哥可能是因为公务繁忙,没有时间来接你,请你写封信给她,我帮你送过去。 随后,女子便写了信交给了石某的表弟,让她带回家乡去。 然而,当表弟将信交给石某后,她却将她丢到一旁,不再理会。 又过了一年多,女子亲自去找石某,她来到了石某的家乡后,住在一家客店里。 随后,她又找到石某任职的关押前,请看门人给通报一下。 石某听说了,却聚而不见。 一天,石某正在喝酒,听到大门外有喧闹和咒骂声。 她放下杯子正打算仔细听时,女子已经掀开帘子走进屋来。 石某见到女子吓了一跳,面如土色。 女子指着石某,骂道,你这个无情的人,现在过得可真是逍遥快活。 也不想想,你现在的富贵都是从哪里得来的? 我与你既有救命之恩,又有夫妻之情,你就是想娶个妾,和我商量一下,又何妨呢? 石某听后,只是低着头,一句话也说不出。 过了好长一会儿,石某才跪在地上向女子认错,还花言巧语地祈求女子饶恕。 女子的气这才稍稍平静了下来。 石某又私下里与王室商量,让王室以妹妹的身份向女子行礼。 王室不同意,石某只得一再要求,王室才勉强答应,去拜见女子。 女子见王室向她行礼,也以礼回敬,并对王室说, 妹妹不要担心,我并不是个善度的女人。 只是,她之前做的事,实在是不尽人情,就是妹妹你知道了,也不愿意让这样的男人做丈夫。 于是,她便向王室也讲述了以往的经过,王室听后,也很气愤。 两人又交替着骂石某,石某更是惭愧得无地自容,只能不停地祈求,说是今后会赎罪。 两人这才安静了下来。 在这之前,女子还没有来时,石某告诉看门的人,若有女人来找她,不要向她通报,更不要开门让她进来。 事已至此,石某就迁怒于看门人,暗中责备她不应给女子开门。 可是,看门的却坚持说,大门一直锁着,根本没看见有女人进来。 石某对女子产生了怀疑,却又不敢再去询问。 此后,石某与女子表面上有说有笑,但却貌合神离,幸亏女子平日里十分贤惠, 从不与王室在石某留宿的问题上争执。 晚餐后,她便关上门,自己早早去睡了,也从不问石某晚上睡在哪里。 王室起初对女子有些害怕,担心她与自己争抢男人。 可见女子现在的样子,对她也更加敬重,便早晚到她房内问候,像伺候自己的婆婆一样。 女子对待下人,也是宽和体谅,但却明察秋毫。 一天,石某丢失了观印,整个府衙为了寻找,闹得不可开交, 所有的人都在各处走来走去,却没有人找到。 女子见了,却笑着说,你们不用愁,把井里的水淘干,就能找到了。 石某依照女子说的做,果然找到了观印。 石某又问她是如何知道观印丢失的位置,她却只是笑,不做回答。 看她的样子,好像知道是谁偷拿了观印,但却又不肯说出来。 女子住在府衙近一年了,石某却一直观察着她的一举一动, 发现她有许多奇异的地方,便怀疑女子不是人类。 石某还常叫人偷听女子夜里说些什么。 下人们回来禀报说,只听到夜里女子屋内有衣服在床上震动的声音, 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声音。 女子与王室的关系十分亲密。 一天晚上,石某到上司的官署却还没有回来, 女子便与王室对坐饮酒聊天。 饮多喝了几杯,不久后,女子就醉了,浮在桌子上现了原形, 变成了一只狐狸。 王室不但没有害怕,反而十分怜爱她,细心地为她盖上了被子。 过了一会儿,石某回来,王室告诉她女子的情况,石某却想杀了女子。 王室说,她虽然是狐狸,但又有哪里对不起你了? 何必要杀她? 石某不听,急忙找佩刀,就要动手。 此时,女子已经醒来,她对石某骂道。 你真是蛇蝎行为,豺狼的心肠,我是一定不能与你常住在一起了。 以前,我给你吃的药丸子,请你再还给我吧。 说吧,她便朝石某脸上脆了一口,石某顿时觉得身体像是被冰水浸透了一样。 喉咙一阵发痒,吐出了一颗药丸,没想到,那药丸子仍如以前一样,没任何变化。 女子拾起那颗药丸,气愤地离开了。 等石某与王室再追出来看时,女子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 当天夜里,石某就病复发,咳血不止,不到半年就一命呜呼了。 故事的结尾,作者还有这样一段评语。 他说,石举人平日风度翩翩,更像个书生。 有人说,他能谦虚地对待学问较低的人,说话时还会小心翼翼,生怕伤害了别人。 他在壮年时去世,朝堂中的同僚也都对他的早妖表示哀悼。 可当我听说了他和胡仙妇人的事,不免觉得他有些背信弃义啊。 好,今天的聊斋故事,五孝莲就讲到这里。 如果您喜欢,就请点赞并订阅吧。 也请您多多评论与分享。 我们下期再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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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